感情的世界啊 有时候没有办法 用道理来说清楚讲明白 520当天 哇 这篇新闻 小猪晒七千字的忏悔文 网友封劝周扬青别回头 可是我有稍微看了一下 媒体报导这七千字的内容 我觉得如果男生也错了 女生气也发完了 没有机会复合吗 我认为是不可能 然后很多人都在 等着周扬青的回应 那第一时间 有一个媒体报导是说 周扬青似乎软化了 因为之前在发生 他跟小猪之间的 这些恩怨情仇的时候 他曾经在回答 网友的话的当中 有说绝不回头 有个说法是 他把这个绝不回头给删了 表示他好像软化 可是周扬青 有一个最新的说法 说他没有删任何的话 表示就是 没有删除绝不回头 这件事 第二件事 他有很明白地讲 他现在就是拼事业为主 这七千字 你一定没有仔细图 但是里面有一些 把妹的诀窍稍微学一下 他说小猪有一次呢 就牵着周扬青的手 在上海 然后外滩散步 天气微凉 一个老奶奶 有在卖玫瑰花 男孩就买了一束送给女孩 然后两个又手牵手 然后男生就说 男孩是女孩的外套 然后女孩是男孩 外套里的暖暖道 好 第二件事情是 周扬青有一次 跟妈妈去东京玩 然后每一天每一天 他都要跟小猪热线电话 因为他太想念他的男朋友 那当时小猪在工作 很忙很忙 有一天晚上要睡觉前 小猪又问他说 他们都叫老公老婆了 老婆你明天要去哪 那老婆就说 老公我明天要跟妈妈去银座 去购物 然后那个小猪就说 那老婆银座那边 有一个百货公司 你记得到那个百货公司 去找一个戴帽子的男生 因为我有托他 叫你帮我带东西回来 他就说好 周扬青就说好 第二天下午 他们到了银座 到了之后 没有看到那个男生 所以周扬青又打电话 就打那个 那个微信什么之类 就问那个小猪说 在哪里 他就说你现在在 那个百货公司吗 他说对啊 走出去十步 他就走走走 走了十步 右边有个巷子 好又转进右边的巷子 他说再往前再走十步 然后他就说好 他就再往前走十步 看到那个戴帽子的男生了吗 我看到了 就小猪 那很棒耶 你有没有觉得有动心 当然 把自己当圣诞节礼物 然后到了银座 而且就等在那个巷子口 然后戴了一个帽子 你以为这第一次吗 不是耶 他曾经跟周扬青的妈妈讲好 不要告诉周扬青 因为周扬青是咒服夜出猫头鹰 他都是中午才会起床 有一天周扬青还赖在床上 可能还没有睡醒 你知道吗 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小猪 小猪又把自己快递到他的床库前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七千字都在讲这个 女生这很笨耶 我觉得男生会做这种事 一定是有做亏心事嘛 还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你话讲回来 听一下做亏心事男人那么多 有谁会做这样的暖心事 对啦 对啦 对不对 把自己快递去淡水还可以 是 是 是 你快递去营作不容易吧 而且这样 亏心事做得很大 也算是很用心啦 真的你说下一个好男人 也不见得会做得这么好 当事人一定很难举止 要复合分开 复合分开 回不去了啦 哎 很难啊